詹姆斯,微博太空望远镜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,他成功拍摄了太阳系内所有四颗巨行星的图像。 随着所有数据的收集完成,我们终于可以一窥这些巨行星的神秘面貌。 观测始于一张土星照片,但这张照片尚未处理,因此看起来有些模糊。 原始数据是公开可用的,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和分析。 不久之后,第一批处理过的图像就出现了,其中最好的一张是用红外频率拍摄的土星照片。 其他图像也聚焦于不同的细节,揭示了以前看不见的东西。 现在,我们终于得到了四颗行星的红外图像。 尽管这些数据的全面研究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 但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四大行星前所未有的美丽图像。 令人惊奇的是,土星、海王星和天王星都有明显可见的光环, 而木星的光环则不太明显,因为它们的材料有所不同。 以木星为例,我们在红外图像中看到了永恒的极光, 这在可见光波长下是看不见的。 此外,木星的光环在可见光下也难以观测, 但在红外频率下却显而易见。 对于距离最远的海王星,这张图像是自1989年旅行者二号飞略以来最详细的。 海王星的光环和小卫星在图像中清晰可见, 尤其是最大的卫星——海卫一。 海王星大气中还出现了活跃的风暴, 表明其全球大气环流系统非常活跃。 天王星的图像则展示了它完全横躺在一边的样子, 其光环也形成了美丽而独特的图案。 这些光环可以用于研究行星大气, 甚至可以发现其中不寻常的现象。 然后是土星, 这次的红外图像展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。 可见光下明显的赤道条纹在红外图像中消失了, 因为红外图像显示的是温度和热属性。 土星的光环在图像中非常明亮, 比行星本身还亮。 这些光环包括暗淡的地环, 非常明亮的壁环, 卡西尼环缝, 较亮的壁环。 此外, 我们还看到了土味二, 恩克拉多斯, 它的喷流释放了大量水和其他物质, 形成了土星光环的一部分。 最近, 科学家在恩克拉多斯的喷流中发现了磷酸盐, 是构成DNA和RNA的关键成分, 这一发现, 大大增加了我们在土味二上找到生命迹象的可能性。 科学家们已经在地球上测试了一种类似蛇形的探测器, 可以在未来的任务中深入探索恩克拉多斯的海洋, 寻找生命迹象。 这些发现是微薄望远镜红外观测的结果, 使我们对土星系统有了新的认识。 随着土星北半球夏季接近尾声, 未来几年的图像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特征,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丽的土星系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